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惹哭巩俐打动姚晨,拍戏20年却买不起老家一套房,不恐是他的错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周冬雨一部剧片酬1.09亿,挥挥手能在北京二环买下一套豪宅,张宋文入行拍戏16年,却连老家广东烧关,金价7000的住宅都买不起,年过40, 他依然在北京六环顺义乡下租贫房主,房东看他穷成这样,都不好意思涨房租,同样是好演员,在演艺圈的待遇却是天上地下,张宋文穷了20年,是他不够努力吗? 一,张宋文在考北店之前,是个旅游职中毕业的乡下孩子,在印刷厂当工人,在大排档里洗碗,也给人安装过空调,但干得最久的还是导游,做到第五年,小日子过得还不错,有一天,跟公司新来的女导游聊天,女孩一脸天真的问他,你那梦想是什么? 有个梦想在胸口百转千回,但他从未想过能实现它,张宋文犹豫一下,还是说得出来,我喜欢看电影,想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,但那不可能,电影离我太远了,没想到女孩反问,怎么不可能? 你可以去北京电影学院呀,张艺谋都是28岁才去学电影,这年张宋文23岁,现在入行的话比张艺谋还年轻5岁,兴许能成,一场闲聊把张宋文带到了追梦路上,当天下午他火速辞职了,借卖了刚花3万块钱购置的新家具,搭上飞往北京的航班,他要考表演戏,以后当演员,大领考生张宋文连考两年,终于被北店录取, 但是第一节专业课他就萌生退役,课上,表演老师要求大家模仿动物,一屋子学生群魔乱舞,这个场景让他有点受不了,加上他是标准的光谱,一开口全班会风效,老师只好要求他先演雅剧,练好普通话文再开口演戏,两件事一前一后,触动了张宋文的自尊心,待到第三个月,他决定卷拖半回家,看来演员这晚饭不是谁都能端的, 来了一遭也不亏,可班主任却托助教转告他,其实老师们私下都认为,你的表演思维很好,有演戏天赋,希望你继续留下学习,这个神转折,给了张宋文留下的信心,当然多年后,他在广普和标准普通话之间切换自如,张宋文闯北店,第二道南关市跑调,2000年,他当众演唱 大约赛冬季,旁边的声乐老师听得一口雾水,你唱的哪首歌,更夸张的是,声乐特上他扫门大,又不在桥上,经常把整组都带走音,老师对他额外开恩,你别上课了,期末考试你自己找一首歌,完整的唱出来,就给你集合,一晃四年,张宋文也没接过什么戏,会求稳妥, 只能留校当助教,每月房租1800,工资2500,他又拾起老本行,给人当导游,贴补生活,28岁的大小伙,在北京一事无成,每天傍晚去菜场买菜,只敢挑粘巴巴的菜,因为便宜,别人还以为他喂兔子,过得穷酸极了,这就是追梦的代价吗? 二,2005年,他参演电视剧《成龙快序》,扮演50多岁的假发,虽然眉红,但也勉强出道,可戏剧学院每年输送数万学生,横店,向山影视城夜已集满待夜群演,29岁的张宋文,又剩下多少机会呢? 他批病跑剧组面试,一年见100多个导演制片人,最乐观的情况算下来,也要被拒绝90几次,有一回,他和周一维结伴去面试,物理做日制片主任,和几位投资方老板,主任一看见他俩,就对其他人说,来,今天我给你们看看什么人不能做演员,广东人长得矮,像诸如,再加上脸盘子大,跟人员似的,这种人做不了演员张宋文, 还有你看那个大高个周一维,还长着香长嘴,肯定不行,他俩站在原地尴尬一笑,弯腰致谢,谢谢老师,还需要留下照片吗?物理的投资人们一白手,走吧,不需要,拒绝两位小演员,就像赶走两只苍蝇一样,轻蔑又侮辱,但是张宋文习惯了,多数情况下,被拒绝后,他还会主力用降价,给对方爆出一个最低打包价,所谓打包价,就是按准去报价, 现在张三,打包价给出一万,你有什么竞争力,你只能接下一句说,那我出九千,三十几的戏拍大半年,他只能拿九千块钱,比一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低,而导演们都知道他迫切需要亲戏,抓住这点后,只需要再问,你是不是够便宜,是不是够合适,还能不能更便宜, 人在这种时刻,跟刀子鱼肉没什么区别,更没有任何尊严,但他竟然在这条路上,坚持了十几年,三,张宋文的演技没得说,业内导演一致盛赞,张老师,是真的好,艺术家,但这个角色没有流量,没有流量,意味着没人找他, 决境中,张宋文给明星当起了表演指导,这是他唯一能留在演艺圈的救命稻草,哪怕不能亲自拍戏,体验一下别人的角色也是好的,宋佳,钟翰良,林志玲,蒋陆霞,田亮等都是他的学生,一群控有皮囊的明星,在镜头里穿梭,可是镜头外的好演员,却永远没有机会被观众知晓,焦虑几乎淹没了他,但他也无能为力,只盼望其 记到来,后来,宁浩拍《黄金大结案》,找李飞儿去面试,而李飞儿请张宋文做面试指导老师,结果李飞儿落选,张宋文却被宁浩一眼相中,得到了《黄金大结案》里,满清贵胄的小角色,这只是杯水车仙而已,下个月的生活费在哪,月底能不能交起房租,这些竟然一个中年演员的最大困难,此外,他三四年没有给过父亲一分钱, 想过年给老人家包个红包,都拿不出余钱,十年了,他的年收入一直不超过两万,你能说张宋文不努力吗,可老天就是不遂人愿,就像初三时,他母亲病重,住院治疗了两年,清尽荡产,换来的还是病情恶化,有人告诉他,一种草料兴许有用,张宋文背着竹篓沾进深山去找,不管真的假的,他绝不放过一丝希望,可是呢,母亲还是离世, 世间无能为力的事太多,有时是至亲离世却不能挽回,有时拼尽全力也不能端起演员这晚饭,命运残忍而无偿,但你得坚持 四,转眼间到了2007年,张宋文遇上第一位贵人楼叶,那一年,楼叶是怀才不虑的文艺片导演,张宋文是焦虑不已的十三线中年演员,张宋文因为拍戏爱问问题,被其他导演骂过神经病,当面让他滚蛋,但楼叶很喜欢跟他聊人物,这个角色喜欢什么电影,对爸妈好不好,最讨厌什么,有没有做过好人好事, 这些跟剧情无关的事,张宋文都会跟楼叶沟通,两人聊的时候,还能碰出惊喜的火花,后来他连续出演了楼叶四部作品,可惜的是观众只记得情好,有一次开拍前,合作方问楼叶,演员都挺好的,宋文也很好,但是他是不是不太搭,没有市场,楼叶来了一句,宋文挺好的,没有流量不是演员的原罪,楼叶一直都懂他,风中游躲雨坐的云里, 他饰演的唐一杰,是个两面正派,实则贪苦的官员,张宋文为角色特意增肥31斤,唐一杰一出场,就顶着发面蛮透湿的胖脸,又白又油,每一针的动作表情,都像是在机关里摸垮几十年的网游条,演得这么像,着实费了一般功夫,他事先在成建委上了半个月班,每天观察官员的一举一动,我演的人不分好人坏人, 我演的就是真实的人,2019年,这部剧结了景百然,马思纯,宋家,秦浩的楼叶新作,一片星光异议,藏在其中的张宋文根本没想到,自己竟然成为首映礼上的焦点,那天很多记者向他提问,参加过这么多路演,发布会,他从来没拿过话筒,谁会对他好奇呢? 这一回,张宋文出场被关注的滋味,还不错,第二场夜内观影时,姚晨上台对他表白,宋文,你演得太好了,史航也拿着话筒补充,台上那个叫张宋文的人,我第一次知道你,我一边看电影一边搜你是谁,你吓着我了,那天张宋文差脸低下未来,我当时站在台上特别想哭, 此人,风中游躲雨坐的云上映后,找他的戏约有一百,后,初到16年,张宋文头一回有戏可敲,但挑挑拣拣,最终还是进了其中最穷的剧组,隐秘的角落,五,隐秘的角落无疑成了今年爆出的国产剧黑马,张宋文的星途也锦上天花,戏里,他饰演离再婚的朱永平,第一个镜头,跟熟人打牌,嘴里叼烟,归人吐雾, 平时疏于关心儿子,见面先问成绩,一系列动作,让朱永平不称职的父亲形象瞬间丰满,这段镜头事先根本没有排练,全是张宋文即兴发挥的,另一场引爆泪点的戏事夏尔万混沌,他穿着破T恤,一脚灯出场,画面顿时有了师父父亲的弱迫感,那种心力交瘁的精神状态,是张宋文绝食几天,又拼命熬夜之后,把自己折腾出来的, 坐下吃馄饨时,猪腿意外的歪了一下,这一刻朱永平家一几天的情感奔涌而出,要让所有的表演符合逻辑,绝不做多余的动作表情,所以短短五秒的过场,也能变成催泪的,摇晨直夸他的表演行与流水, 原著作者子金晨,都在微博上赞赏张宋文,张老师的表演是最让我惊讶的,真实且生动,比小说生动太多,他却说,我不希望曝光过度,曝光过度就没法走出去观察生活了,要知道,好演员的作品永远在下一步, 六,张宋文的新电影,然新大剧院,还没上映,这部戏里,某叶是导演,巩俐做主演,他在里面饰演巩俐老公,进组第一天,他就把巩俐感动哭了,张宋文见到巩俐,回使神差地背出一段话, 今天,第一次到山东,我看见小莉指巩俐,他穿了一身当地的花棉袄,头发柳柳的,我居然没认出他来,看完我进组的时间太晚了,我要尽快地赶上小莉,这是老戏虎刘佩奇秋菊打官司拍摄日记中的一段话, 早年,张宋文租住在刘佩奇的老房子里,无意间看到这本拍摄日记,反反复复读了三四年,日记里,刘佩奇和巩俐对戏的认真和敬意, 几乎成了他艰难岁月里的明灯,巩俐听完他的话,眼眶已经全湿了,蓝芯大剧院能让张宋文走红的这把火,烧得更旺,可因为疫情单可,迟迟没有上映,影迷迷急坏了,生怕热度过去,张宋文又被忘到了十八线开外,但他却云淡风轻,我把事业规划到了死的那一天,所以就没什么可着急的了,人人都觉得他穷,可他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, 内心依然快活,市场亏欠了他这么多年,往后再埋没这样一位艺术家,真是天大的遗憾,别再让群舞乱舞的明星,随便祸害观众,就赚得拨满盆满了,我们都希望,好演员能过上好日子,这才是正常的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,添加小铃铛不迷入。 感谢观看